早安 我是伊的伊利特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他們倆在叫 我現在要去健身 我今天會去兩間健身 因為題目那裏有寫 我不知道會不會用來做題目呢 首先做了我平時去那間做運動 然後去光仔有份的一間健身 去做一個AI的 我想說儀式 我們做一個AI的 是 東西 那我就留給他們那邊的人 會解釋得詳細一點 我就不亂說了 雖然我也有研究一下 但我是研究他們的Instagram Post 希望了解多點自己的身體 還有今晚是一條龍 我今晚就會開始大柯特柯 然後明早柯多一次 就會去照餵和照搶的 看看我有沒有心情 帶你們先經歷這個過程 為甚麼呢 我有給你們飯吃 你們倆不斷叫不斷叫 走旁邊 那麼多船 好 練完這裏 吃東西就去其他地方 又是去健身 又是去健身 我本來想去IFC 碧輝王的咖啡店 因為我好奇 打算吃個牛角包那些 但我又不忍心 剛剛做完運動 就馬上吃這個垃圾東西 所以現在去大坑 先吃一個好一點的 但對我來說也不是好一點 我沒有菜和水果吃 唉 吃個三文治 很多肉 芝士那些 吃個三文治 就像三文治 吃個三文治 然後再吃個三文治 就像三文治 一面 一定要 看 一根 三文治 的 顏 第一次在那裏吃沒有菜的食物 好吃的 不過真的沒有菜 所以我下次再吃的機會很低 你看到水果檔很想吃 大家有沒有走過很多印仔檔的地方 挺有趣的 你們有沒有自己的糖醬 很難睡了 入日本城 先量一下冷氣 還沒時間 水果街五十九號五樓 就是公仔有份的健康 但裡面還有一些小的 先拍一下別人的健康 我也極少去其他健康 哈囉 我的影片很隨便 好 是戴子 對我是戴子 很QQ名 好 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做一個 Static的Posture Analyzer 是 看看大家的姿勢 可能有時候高低腹 或者有人有轉移動的問題 看看肌肉 骨架 那些問題 第二就是做Dynamic Dynamic我們會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 Overhead Squat 看看大家的膝蓋 封關節那些問題 嗯 第二就是做單腳棋 看看大家的平衡 還有我們有一條肌肉 叫做Heat Flex 看看肌肉的壓力 嗯嗯嗯 那有哪些人是 最適合做這件事的呢 嗯嗯 是不是所有人 其實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 相公而修 很明顯看到 然後很有用的話 其實有通症的人是特別推介的 譬如高低腹 高低腹超級明顯的 一看就看到了 哦 還有可能有時候有些人 盤骨的前傾 我們都 我經常聽過盤骨前傾這件事 是的 還有是不是有 訓練的人都應該看看 就會訓練得好像可以斟酌一些 沒錯 是的 因為不同人的訓練有不同的高 如果有些人說 我想說我體態是比較好看的 那麼也都非常適合你 因為你想一個人好看的話 那麼你左右平衡一定要的 是的 前後也要的 那麼你由你粗鴛鴦手 這樣不好看的 是啊 那麼那些人都特別適合 做這個了 是啊 好啊好啊好 那我們開始 可以 好 好啊 好啊 有些累 我覺得知道我是有一個好像肉眼都看到 我不知道叫不叫嚴重的高低股 我這邊是高很多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會兒看看有什麼說 不過是不痛的 那些東西不痛你又不覺得有急切性你要搞的了嘛 那剛好他們有這個 那我就查查 這個是你的Overall score 那 只有C而已 C來的 很低分 是啊 那 C來講 所以普遍都是B到C range 那A來講就有點難聽 除非你真的很在意自己的姿勢 即是好像InBody的分數 是的 你都不會追過A 是的 對 最重要是自己舒服 其實我當然是 是的 那麼 那大致上呢 那Ai Gen有三個看完你的Posture的問題出來 嗯 那第一個就是你的盆骨 那盆骨有高低的 是的 那你的左邊是偏高一點的 是的 因為有7度高了 哇 但看起來很歪 是啊 待會還有一個Model給你看看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你的膝頭高 那做了一個 那個extension 就是會偏向後推 是的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那個盆骨向前移了 那麼 記住我們是前移 就不是前傾 是 那麼前傾和前移是兩回事 我多數聽說是前傾 是前傾 然後就開始套腦袋了出來 是的 前傾那個就是旋轉的問題 就是有條你當有一個好像捲魚蛋 捲穿著它 然後然後這樣旋轉 是的 前傾是整個向前shift 是的 那麼 這是什麼做的問題 就是這些可以撿的 是的 好 然後我們看這個 這個Model 可以看到 那麼 越近Camera的東西 就越是黃色 越遠就越是藍色 那麼 代表著 如果你有一邊 譬如我左邊黃一點 右邊藍一點 很不平均 我想說那個左右 對 這個是例子來的 哦哦 哈哈 哈哈哈哈 在這裡 哦 我要撈一下 那麼你看到 那麼 中間這個位置呢 就偏綠色一點 是的 代表著 肚子 胸那些會想推出來 是的 然後肩膀就放在後面 嗯嗯 那麼你看到大腿呢 前面大腿都是偏向前 是的 那麼對應剛才的問題 那你膝頭會做了很多extension的動作 嗯 就是跑後足 但是大腿還留在前面 是的 那麼 那側近來看 就是平均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沒有 傾側一變 嗯嗯 那麼後面都還好的 叫做 就是不會有旋轉的問題 是的 如果你有旋轉問題 我們右邊看到 這裡黃色 然後這裡藍色 那就有旋轉問題 但是現在都平均的顏色 是 都看到很多東西 是啊 這個東西 那這個骨架就是它 將出來的骨架 嘩好歪 是你來的 哈哈 這個不是我 這個是你來的 這個我來的 好歪 歪了一些東西 好 然後第一個問題 剛才說說盆骨高低 是 我們現在左邊高了7度 對 那你已經看到 我們這些 嘩 腳這樣咬到 都 亂了 那我們這些叫做 high heart extension 膝蓋 主要是前後的肌肉 健康 嗯 長期下去 其實對膝蓋壓力也很大的 是 其實 很多女士都有這個問題 那是關於不夠肌肉事 人體 是的 又不可以說不夠肌肉事 但是會說是不平衡的問題 就是前後不平衡 如果一個人前後都沒有肌肉的話 那他也是會直不辣的 那就很平衡 如果前後都沒有肌肉 是啊 但是對你的關節不好 也是 承受不了壓力 沒錯 那我們再看看 就是用肌肉去看模特兒 你看到 我先看正面 正面這個人就是這樣歪了 嘩 嘩 那你剛才說的盆骨 左邊高了7度的原因 就是左邊的側腹 或者裡面深層一點的肌肉 全部都很跟 然後右邊的側腹 也是不懂得用 就是自然這裡會抽上去 這裡又不懂用力 就放著它 就會這樣斜上去 那我是不是要 單邊練多些右邊的側腹 是的 我們應該說我們兩邊都要練 但是在練不同的東西 我們左邊就要練一些elongation 就是拉開它 右邊就要練一些contraction 就是要懂得收縮 要懂得法力去拿回整個 嗯 是的 通常我們練習側腹的東西 右邊一定會很有感覺 第二天可能會超級酸 中間的複直肌這裡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 因為你本身都很黏 所以線條的複都很出 但是對於運用不夠 深層也可能不夠 大家可以看 你看到這個 嘩 你看到了 我們紅色前面你看到 好像很厲害 我們前面帶給大家 很像田雞 我這樣看 那些肉 哈哈 好 好 然後之後,看到我們的heap 和lampstring 全部都不太夠了 對於你剛才說的 剛剛問你的問題 你會覺得 有一個拉著 不太感用力 是 那代表就是你平時練ana足 變得一般 是 可能要放一些心思 去練我們 posterior training 但其實兩邊,我現在就這樣看,這裡是平均的 就是我可以照樣練兩邊 沒錯,你左右是相對平均的 只不過是前後就差一點 是 我再看其實你右邊的腰和左邊的腰有少少不同 對 That's why你的腰也會有少少歪歪歪清的感覺 前後其實是你對應到的 你前面這一欄的側腹 是 對回那邊 是 其實是對應的 對 好,然後這個就是你肌肉的模特兒 我們看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就是這樣拉回來 對 當你的肌肉練好 就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看側面 側面的腳應該是這樣直不拉 現在呢 就是這樣咬了 可以靠肌肉去撐直股 沒錯 如果有些人說他啪骨 做什麼呢? 啪骨 啪骨有啪骨的原理 但是我們這一套就是 你的姿勢是因為你的肌肉的平衡 所以你要去 這個問題就要解決了你的肌肉 它自然就會回到原位 對 啪骨可能是另外一套 我直接把它拍回去 對,但不是拍一次就永遠 對 也要有些肉 對,你拍得好也好 有些真的很厲害 有些神意的 一拍就好了 但問題是你生活習慣 或者訓練上的事情 你遲早也是會回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到時又找他拍過什麼 對 所以是從根本去解決 對 好,那這個就是Static的東西 那這個report呢 那這個report呢 是將給你的 哦,我也有份report的 我自己會看得明白的 沒錯 看得明白的 那這裡就是 由於開始那裡 講一些Ranking 幫你排隊的分數 這個C-Range rate 其實是一個叫Warning的Range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有Warning了 那呢 Warning呢 不用擔心 是 通常呢 開始有些不舒服 或者Portion開始看到一些變化 是 所以 越早去收拾它就越好 是 是 越遲進去Danger 就真的有痛症 通常 哦,幸好我又沒有東西痛 是 所以你快點收拾 不收拾就搞不好 哈哈哈哈 這隻腳 那紫色呢 就是我們右邊腳 嗯 綠色就是我們左邊腳 那 suppose 我們做一個漂亮的Squad呢 兩條線應該要一次 嘩,好不同 我有 因為我們是平均的嘛 但是不知為什麼 一直推出去 一直推出去 啊 關乎我們內收肌群 ADDutter 或者我們HIP 外面的東西 對 兩邊肌肉平衡 會導致這些問題 那我們 不同的Face 應該有不同的東西 我們蹲下去的時候 可能是多一點ADDuction 就是外推開一點才蹲下去 嗯 嗯 但是看到我們 一蹲下去的時候 左腳反而是夾了一點 哦 你的HIP可能差一點 這些就看到 那下面這個就是你的重心 那重心呢 就這樣看都非常穩定的 就是不會偏向一邊 嗯 搞定 然後即興了肥仔 我也想找他 他說要低探 我就建議去Tito 準備 Tito 我都常常去的 跟Lotar Tank好像很不一樣 名字都很不一樣 是私心不平的實施 又走回頭 去我熟悉的阿爸店街 就是這間了 公司過很多次了 希望有位 好多位 好多位 最想試這個 但是 原來那天有三個菜 都可以來的 今天 很難看 看看有什麼大部分 全部都很合入 看來吃了 German Cake 有沒有Fiber 說不定是有Fiber 是不是有Fiber 是包著我 原來是這樣的 這裡的order 還有是Keto包 可以放心吃 低碳 你好 最後是搭了的士回去 因為有點趕 我剩下大約1小時 要吃完今天要吃的東西 然後就要收起 然後就要做些 事情 做些online 要不然之後可能 沒有時間 或者是沒有精神做了 我剛剛double check了那張紙 6點之前要吃完 然後7點就要吃 第一劑的瀉藥 蛤 只有一個小時 中間 我現在要吃東西 不跟你說